而九一年开始利用波斯湾的战争 得到国际对它的慢慢的解封之后 他们很努力争取就是参加WTO 参加WTO即是说要入俱乐部了 进一步不单只是在本土实行一种半开放的资本主义去救治经济 而是希望参与整个世界的贸易 WTO是一个关系 所以它收回了之后 其实在1990年共产党邓小平说一国两制做一国 他真的这么想 看他来说用来唱一下钱,度假而已 如果你陈文是吃得我的,给你一个Visa来五天 见一下世界质买些东西上去唱一下钱 接着去新华社那个别墅住几天,接着好回去 就是这样的嘛 但是如果你自己整个的中共政府都想参与这个世界质本书的剥削的时候 实际上不能够不讲整个世界质本书的发展 就是在这个美国佬的,其实陈先生的内润讯着我说我就不讲了 就是美国佬也是透过这个虚拟的统统经济向全球派债嘛 你共产党肯接当然可以了 香港只不过,你都养大了你啦 你在里面那里设计一下开厂啦 香港人设了街啦 因为香港的厂家上去,开完厂之后就设了街啦嘛 就拿回来炒啦 而又做了廉价的劳工 但是设计产品就令到美国的家庭成本降低啦 而美国就派一些东西给你,就是不是独乱粉,是独债券 那老实说,当中共决定了在2001年这样做的时候 整个政策要变,其实2003年,陈文生又没有讲的 2003年其实就不用陈文生讲,已经是... 不,不,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当然有对董建华的振行有这样的事情 其实是很简单的,第一,董建华是不行的 董建华做的事是不对的,那我选择,我一定不拖离 当然那些官商都没有讲啦 但是现在还在做,于今为烈啦 而这个董建华和董建华去做23条 还有做那个烂鬼,那个什么鬼,文责制进一步 喂,香港已经stay a low了 我都不跟你讲不讲成方,你不要讲话 但是,我们就是成帮,成帮,成百万人在那里 还不是成帮那里,要讨论的,要讨论的 大家当然可以讨论啦 大家就,大家就,咬,我一叫董建华说,吃屎 咬,这个是吧,还是大家都可以投票 成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说,邓小平当日以为,因为他是老人家 他真是以为斯坦林的党制去对这个所谓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是指于唱钱而已,他就没想过,其实他是很简单的 如果哪里来贪污,如果真是查文有句的咬 邓家臻贪污人说,拿上去百百 因为如果你看过西望长安那个话剧,就是张子前和刘青山 就是刚刚在这个,在他建政,没几年真的少少钱就败了 那那董小平当然是老虎头,他说他还有这东西 其实他当时,他觉得在90年是可以有一个区培 就是你通过特区政府在金融经济上面,更加有利于中国 在政治上面做一个操控,就是操控香港的政治的发展 是令他用假民主,用机微的政治,透过同这个民主派的 可以委舍,是大家在那里对Tango,对Wals 尽量拖延那个民主化的过程 尤其是这个民主化,即民主化只是能够在普选上面 而不能够完成整个民主主义的整个系统 包括社会公正,财产分配,人权多元 其实,你看香港的民主派之所以,这么贫困就是说来说来说来 你先给我选,其实民主之所以为一个系统 就不只是选了,是为何选,选了做什么选 为什么选,怎样选 这个制约就是,现在所有的民主派就说来说来说来 你真是好厉害,我一定要选 就选到够了,你喜欢选就选,给你选 这个说法是我觉得陈文先生最大的一个理论分析的人想 就是中共参与整个世界支配处的,令到它在香港整个统治人体迅速转变 以前还要批准才下来,一旦得到2003年自由 我已经讲了在楼上去,大家没心意听的 我先排箱面都来,给别人下来旅游 那些资本又可以下来,我们的资本又可以上去 因为先排箱面的 你不要直接不看我们的有钱都过上去找,那一个很简单的例 在大约一年前,我去地产商的朋友以前,我去回家看 两家地王同样创纪录,创纪录,一大在上海,一大在大陆 你明白吗?在香港那那个地王就是四叔哪里卖的 四叔在很多包含大陆的资本 上海和他投的那个,就是包含了四叔那群人的资本 一天之外,连续两个资本 这个中共资本在国内透过和美国相同的手段 大量发行人民币,吸入外资,再用外资离回香港投资 再将这个人民币和香港可对换化 即是等于美国人,美国人有一个特,就是等于美国人 有一个经济殖民地,我简单告诉你,怎样抢钱呢? 不要说其他,IPO一只,每个屋子都去排队 哎呀,这只在排队,你给热金买的嘛 那些IPO是假东西来的嘛 而香港的地市交伐 那些那只什么钢呢,所以是这只有那么多资产你还可以作 harmon 你試一下紐倫敦扭了一個外國不好意思這隻東西 沒有講的 還想開國的朋友 他上不了 其實他真的上不了 中國銀來試過兩次在這裏上不了 在外國上不了 才回來上 這個全個問題就是2001年當我入到WTO之後 他在2003年實受到初期之後 他沒有辦法不兜回香港 第一 我暫時不和你們決斥雄 因為你們已經承認了一天的食股政治就是屌 全部都是這句 所以他要轉返回 但他沒有時間 我不講民主派那裏怎樣實行 我不講這裏 因為這裏講得無謂 講得臭臭 跟這裏是有關的 我們講回中共整個國策和資本的手術 所以鄧小平那一輩子 我剛才想著自己的兒子來搞一下 已經實效了 是所有在這個發行人民幣級 納外資人民幣大量來兌換港元 再買我們的資產和IPO來賣 這個整個大情況之下出現了就是什麼 是無節制的 我這樣講 以前說丟會是一個人 或者丟會是一個人之下的人 比如說 江板大家都知道江板 他叫他不行 江三是不行的 我這樣搞 你有沒有老闆怎麼搞 江三是有來講的 是書蓉基 有來講的 有去聽書蓉基說的 其實書蓉基那個小子壓了陳先生 我聽過的時候 他不斷罵中資 不要買香港人錢 鏡頭一不在 就叫他中資機構 賺錢賺錢 我自己的立法律就很簡單 我們跟中國的規格已經不能再緊 因為他已經下來了 其實我們現在說 不是他來搶賺錢賺錢的人 而是已經成龐太子 都可以直接下來 收買政客 我說給你看 因為泰國的材料豐富 你不信呢 你去到法會那裡聽說 你不要只聽我說 我沒用 你聽到議員 你看一下梁美芬 其他人 其實他除了一次這樣支持共產黨的政策之外 每一個人都好像招商局的會員 是每一個都說一個project的 不是前海 醫療產業 又河套 全部都說分地 分錢 全部都用政策 這種腐敗 是跟中共的權貴 整體 迅速入香港 迅速是利用我們的政權 去分威之間一樣 所以你說 我們建立一個 本土的意識去 去區塊它的時候 我覺得它就從事後來 因為實際上已經發生了 中共不單只是作為一個暴政者 作為家長 來驅隔我們 來抽水 然後驅隔我們的進程 令它不要受到這個天覆 現在它已經入了 而我們統治的權貴 我們的特首是和它充分合作的 所以如果任何在香港的反抗 必然會影響他們在香港的利益 和它利用香港在其他地方找到利益 包括輻射大陸 或者輻射亞洲 輻射全世界 所以這個非常佳 所以你說 所以這個關鍵就反過來 跟陳生的那個 我分析就是 我都看的現場都差不多 所以一定是要建立到大陸的 反對這個國家資本主義 就是專制的人和他一起搞 當然我明白 說完這句 一句 我明白陳生 我就是很細心看他 其實他很多都是從德國來的 例如說 政治除了是一個理想的事業 還有一個實踐的事業 其實我可以理解他 但如果你說 我們虛構了一個所謂成幫出來之後 會不會幫到我們香港人 做一個整體去抵禦共產黨的國家資本主義 造成的暴政 我是有懷疑的 我覺得 我隨便說一句 無論是正確還是否正確 我覺得陳生的事業非常勇敢 我不同意他這句 但他對畢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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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德國強迷竟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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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 不要讓我們扭曲他的發言 但是呢 要由整理幾個項目 要由民主回歸派之所以失效的前提講起 也要追溯香港本土化 我覺得也不是始於八九民運 譬如長毛說了很多關於所謂的本土價值的形成之模糊 其實他是想提出一個論調 其實香港本土的身份其實是夾集了很多的模糊 其實是模糊不清的 所謂的香港文化 定義一個香港文化的追溯 就是要清晰地理解香港文化或者香港本土文化為何 但是呢 其實呢 這個呢 這個其實是 事實上是成邦論入面的一個missing wing 就是他有講到歷史成因為何 應該有區隔 甚集了些什麼 但是形成到今時今日 他究竟是什麼呢 這個也是我經常在這裡提出的 就是我們要定義 或者要有一個文化論調去界定 何謂香港人的問題 但是其實是很困難的歷史工程 相當困難的歷史工程 而另外一件事就是所謂的本土意識 其實又要這樣追溯 就是作為一個殖民地 當然你有不同的獨特的歷史因素 但是這樣推而論之 又變成每一個地方都有獨特的歷史因素 為什麼他的獨特到足以要建立一個自治成邦呢 這個是一個問題 需要處理的問題 因為譬如佛山有佛山的獨特性 湖南有湖南的獨特性 為什麼湖南不自治 不過可能推而講之 湖南是應該自治的 當然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因為 標準在哪裏 譬如九龍和港島的行為模式都不同 九龍人和香港港島區的人的行為模式 香港人歧視九龍人 那香港和九龍是否應該自治呢 那個區格介紹在哪裏呢 那這個其實是不單要由八九六四講起 這個其實是要由麥里浩時代的港英政府講 其實就是英國政府大量地去 因為他要解決當時 仍然是迷糊不清的所謂的租約期滿問題 因為租約期滿問題 其實當時的中英雙方 是桌底下有什麼我們不知道 但是當時的環境就是 其實英國都不知道你收不收回 英文家產 還未摸清底 而英國當時也在面對大量的殖民地 開始面對處於獨立的浪潮的時候 他如何去自處呢 他繼續管治香港 有沒有好處呢 其實他是奉行各地的殖民地的政策 其實都是這樣做的 就是我開放一個半極權的狀況 然後建立你本土的公民社會意識 然後在財務上或者文化上 開始建立一個本地歸屬感 這個其實是由那裡開始 大家覺得我們要有港人治國的心態 這個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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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財哥沒有說的 但其實財哥想說的是 奠基於此背景之下 為什麼會有民主回歸派呢 就是因為 因為剛才阿Mo很長篇說 其實前面還有更長篇說 我們都要來講這個特地的問題 有些特地的問題 我們都要去問外國的問題